职场新视野 改变新观点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乔美伦老师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职场新视野 我相信我们在职场中间充满了挑战 而对于青年朋友来讲 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就业越来越不容易 我们好像可以拥有的机会 我们拥有的选项 好像有的时候因为社会的一个情势 而越来越紧缩 或者是我们可以发现 有的时候跟自己所学的 跟环境所需要的 一旦有落差的时候 我们要进入就业市场 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 今天我们就用职场的挑战 这个主题一起来思想 我们思想的对象是谁呢 我们思想的对象是在圣经中间 我们常常说它是一个职场的楷模 就是淡仪里 今天我们会特别从淡仪里年少的这段时光来看到 它当年进入职场的开始 其实也跟我们今天很多青年人在面对职场 这成为职场菜鸟要进入职场的这个种种的挑战 其实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看见第一个对淡仪里来讲是大环境的一个挑战 很多时候我们说现在青年要进入职场的时候 整个大环境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瓶颈 这是一个障碍 可是对淡仪里当年而言 他在大环境上其实也面对非常重大的挑战 第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他是被掳于异教异邦之地 我们一翻开淡仪里书第一章 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 那个时候是犹大王约亚境的第三年 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巴比伦的尼布贾尼撒王 他来到了耶路撒冷 将耶路撒冷成围困 围困的结果就是巴比伦王 把大量的贵奴 也就是王室的子弟 掳到了巴比伦去 而我们会看见 对淡仪里而言 他就在这个被掳的行列的里面 我们现在常说大环境不好 如果我们说到淡仪里时代的时候 淡仪里大环境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一个被掳的年代 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 那是一个失去了他们自己王室 往昔光荣的一个时代 不但如此 我们会看见 淡仪里是王室贵奏出身 在淡仪里书第一章第三节说 王吩咐太监 亚什皮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奏中 带进几个人来 就是年少没有残疾 相貌俊美 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 足能势力在王宫里的 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 淡仪里不但被掳到异乡 而且是在异教的文化中间 其实他们的前途是堪忧的 我们如果想象淡仪里没有被掳的话 如果犹大王国还是非常强盛的话 淡仪里很可能就在王宫中长大 而且他很快就会成为王宫中间重要的臣子 他可能就成为某某大臣 某某大臣某一个领域 我们看到他后来这么有才干 所以他其实如果他是留在犹大国内的话 他一定是前途光明灿烂的 可是这一被掳他的人生 他的前途整个就暗淡下来 而且被掳到一帮的时候 他虽然被挑选出来 可是我们会发现他已经失去 他原本作为一个王宫贵族的一个优势 也就是说对他而言很多事情必须从头开始 很多东西对他来说必须从基层做起 所以我们会发现因为他是在别人的场子里面 如果他在犹大 当然他是某一个阶层以上的 可是他失去了这个优势 他去到一帮的时候 他其实必须从基层做起 那我们看见果然上帝还是给但一里机会 所以他虽然被掳到一帮 虽然要从基层做起 毕竟他还是有一个可以开始的一个 可以说是其实点 那我们会看见失去优势的时候 往往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本来有优势 可是我现在失去这个优势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有一个态度就是自暴自弃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态度是说 我所战为何 或者是说我既然已经成为阶下囚 我为什么要来服侍巴比伦帝国 我为什么要服侍巴比伦王 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自我边缘化的一个态度 可是我们会发现 但一里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 所以即便失去了优势 即便大环境不如意 可是他仍然把握进入职场 我们坦白讲 这就是他进入职场的那个时刻 他把握了这个进入职场的时刻 他愿意来面对 接下去进到一国一邦的一个职场的生涯的一个挑战 他愿意面对这个挑战 可是他一旦面对这个挑战之后 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开始对他的价值观做出了考验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不但环境有挑战 连价值观也开始面对挑战 第一个价值观的挑战 就是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职场环境中间 真正活出分别为胜的一个生活 我们知道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这个里面 我们就知道当时候这个尼布甲赛王 不但选择了但以理还有他的其他的三个朋友 而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把这四个人的名字 通通改变了他们的意思 原本但以理加上他的三个朋友的名字 其实是比较犹太化 而且是跟他们敬拜上帝有关的 可是尼布甲赛王给他们改了四个人的名字 通通都跟敬拜巴比伦的 这个马渡神是有关的名字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 其实但以理他这个面对尼布甲赛的时候 尼布甲赛其实是想要把他彻底改造 成为一个巴比伦人 我相信很多人进入职场的时候 就会发现原来职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职场里面好像有一个既定的文化 当你进去的时候你就是菜鸟 而老鸟总是告诉你说 你要被改造 你要变成这样 你才能够在职场混下去 你才能够在职场立足 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来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 其实是要把但以理重新洗脑 洗到他是一个完全的巴比伦人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对但以理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 虽然他的名字被迫要改变 成为一个好像要拜这个 马渡神的一个名字 可是呢我们知道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当时候王爷很 对他们很有善 要他们吃王善 那他们就四个少年人就决定不吃王善 他们知道王善通常都是拜过偶像的食物 虽然他们的名字被迫改变 可是他们却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他们不吃败过偶像的食物 我相信如果我们刚进职场 我们还年少 我们的位阶还低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立志分别为生 我们不沾染职场的一些污秽 不沾染职场的一些错谬的文化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相对大的一个考验 今天如果你已经在职场高阶了 你可以很坦然的来见证你的信仰 见证你的价值观 可是如果我们还在职场的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见证我们的信仰 见证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 是相对困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可能在坚持分别为胜的里面 我们会失去了这个将要来的机会 所以坦白讲 代理做这样的决定也是非常具危险性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搞不好怎么样 这么大好的机会就给他失去了 所以我们会看见他立志仍然分别为胜 这是价值观的一个考验 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果然十天之后 这个太监长再来看他们的时候 上帝帮助这四个少年人 他们长得比食用王善的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意思就是说完全没有很憔悴 或者是只吃这个蔬菜 好像这个营养不良的样子 并没有 所以他们就可以免于永远之后 他们可以免于吃王善 所以一开始的坚持 其实会导致别人对你价值观的一个尊重 如果一开始就在价值观上妥协的时候 我们往往第一关守不住 第二关就会失守 第二关守不住 第三关就会失守 我们就会一路失守下去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所以他们第一关 他们就守住了他们的价值观 可是在接下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都没有退缩 为什么呢 因为巴比伦王让他们学习的是各种巴比伦的知识 各种巴比伦的学问 那坦白讲 这个时候这个所谓分别为圣 就出现了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 今天如果你说我分别为圣 所以这世界所有的知识 这世界所有的技术 我都不屑一学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画地自现了 我们看见但伊里他在生活在信仰上分别为圣 他绝对不吃拜偶像的东西 表明了他的价值观 表明他对上帝仍然是一个忠实的持守 他活在上帝子民的一个生活品格的里面 可是相对于此的 当巴比伦这个帝国给予他的所有的知识 所有的学问 他并没有推辞 他仍然把这些知识学问 当作可以加值他整个人生在职场竞争力的一个 一个有价值的一个资产 他敞开自己 容许自己去学习所有巴比伦 世界所提供给他的知识跟学问 坦白讲我们看见在摩西的身上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摩西后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 甚至征战得胜成为一支军队 其实跟摩西40年在埃及 学了埃及所有的知识学问 还是相关的 当这个世界我们有很多价值观 但是不能够苟同的不能妥协的时候 可是这个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知识 给我们的学问 给我们的机会 仍然是需要把握的 所以在这个中间 我们看见丹伊丽对提升自己职场能力 开广自己的知识的领域 这件事情它是非常主动而且积极的 所以学完之后我们会发现 当往拷问的时候 果然这四个少年人 他们在知识学问上 聪明智慧上胜过别人十倍 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因为其实他们保存了他们的信仰 而且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当他们即便是学巴比伦的知识学问 他们都学得比别人好 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 他们还继续会面对困境的挑战 第一个困境的挑战 其实当然我们就知道 他们开始侍奉巴比伦王之后 就需要常常为王来解决王的困境 我们在职场中间很重要的 不是我们自己谋生而已 或者是求生存而已 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去解决 我们的公私的困境 我们需要去解决上司的难处 这才是我们在职场有所贡献的一个目标 我们看见尼布扎尼莎他有什么困境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发现他做了一个梦 然后他把这个梦没有办法去解释 甚至他忘掉这个梦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王的困扰 王不明白这个梦 可是他觉得他非常需要知道这个梦 所以我们会看见但一里 他就努力的主动的要来解决问题 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解这个梦 然后王就说通通这些人都要被杀掉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是一个整个职场的一个困境 好像今天你的老板说 我们有一个瓶颈 整个业务有一个瓶颈 大家来解决 都不能解决怎么办 那我们会发现但一里 他就主动说我来承担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职场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多走一里 主动承担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当然但一里在多走一里 主力主动承担的里面 他是全来依靠上帝 他知道这个是灵界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公司 我们在我们的职场 愿意主动承担 可是我们需要完全的来依靠上帝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主动承担的 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他们主动倚靠上帝 他也有职场小组 他这四个人 就是一个职场小组 他们也职场祖坛 因为四个人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寻求 上帝就把破解之道给他们 那我们会发现 但一里就借着这件事情 他就得了王的一个首肯跟喜悦 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在职场就是要有所贡献 因为是困难的一个情况 我们倚靠上帝能够突破 能够有所贡献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职场契机的开始 再来的时候 我们再次发现他们的信仰 欲见挑战 这个但一里解梦 讲到这个有一个金像 金头 银胸 铜腹 铁腿 等等这些半铁半泥的脚 我们以后会更多的讲 可是当他解完这个梦 其实是四个王朝会不断地地散之后 我们发现 尼布贾尼撒并没有接受这件事情 他反而铸造了一个金像 从头到尾都是金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他就不想要别的王朝取代他 所以他就说全部都是金的 不要银的 不要铜的 不要铁的 不要别的国家来取代我 我从头到尾都是金的 我要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他注了金像 就叫百姓 臣朴都要来拜这个金像 坦白讲这是一种效忠的表现 可是是一种错误的效忠的表现 当然我们看见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在面对这个挑战中间 他们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 他们说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搭救我们 即或不然我们也绝对不侍奉这个金像 我们绝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所以我们看见在职场往前面走的时候 虽然你有功劳 可是人们还是会继续挑战你的信仰 人们还是会继续挑战你的向着神的忠诚 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信仰的挑战 上帝也介入来帮助他们 再来的时候我们就遇见所谓扩张的挑战 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一次一次的通过挑战的时候 上帝就让他们有很多机会的扩张 每一次他们回答问题通过 他们就被提升 再来的时候当但一里为王解梦之后 他也被重用 再来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不肯向金像下拜之后 他们通过了信仰的考验的时候 王对他们也大大的提升 所以我们看见到了三章三十节的时候 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但一里的这个几个朋友 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危机 其实都是他们提升他们扩张的一个机会 他们不断在机会上面不断的扩张 是因为第一方面他们持守信仰 第二方面他们其实面对挑战是非常积极的 所以呢在这些扩张的挑战中间 他们的国度观也不断的被扩张 也就是说他们比以前只是一群少年人 是犹大国的少年人 然后他们借着巴比伦的这些工作的经验 他们整个对当时候世界的一个观点完全的被提升 所以呢我们会看见从整个但一书的一个角度 我们发现他们最后可以看见世代会 一个世代一个世代地散下去 可是神的国度却会在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中间 持续的掌权 这个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度观 他们知道如何在地上守住他们的职份 向地上的国度贡献他们之所长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知道 真正的国度是一个属于上帝的国度 上帝可以在人的国中掌权 他们在地上的角色的里面 所要侍奉的却是永生的上帝 却是永恒的国度 我常常提醒职场弟兄姐妹 第一个我们不要一直好像这个是飘在半空中 以为这样比较属灵 其实我们需要脚踏实地 面对实际世界中间对我们的猪斑的挑战 可是我们又不能够从这个实质的世界 猪斑挑战中间把我们限制住了 拘禁住了 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国度观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使用我们地上的角色 来服侍永恒的神的国 我相信这个对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开始要开始进入职场 我们会发现戴力当时也没有比我们比较轻松 其实对他而言也是充满了重重的挑战 包括大环境的挑战 包括优势失去的挑战 种种的信仰的挑战 价值观的挑战 或者是所谓的困境的挑战 甚至是这个机会的挑战 其实在他的生命中间进入职场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我们发现他可以在职场 终于可以立足 针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职场的挑战 有两题给大家来思想 第一题 我如何在工作中面对各种挑战 仍然不气馁 不怨天尤人 专心倚靠并等候主的代理 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不如意 我们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 或者是我们觉得机会不够多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会落入到抱怨的里面 或者是觉得 生不逢时 时不于我 怀财不欲 我们发现代理 其实他的条件没有比我们更好 可是呢 他仍然守住他的信仰 而且守住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 第二个题目 我如何在机会临到的时候 充分把握 并且以上帝的国度来观看这一切 我看见代理是 营件挑战非常积极的 包括知识的挑战 包括机会的挑战 他都完全的迎向这些挑战 让我们进入职场的时候 是一个勇于面对挑战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看见代理当时候出入职场的不容易 我们思想我们今天很多的人 首次进入职场的时候 也是遭遇到非常多的困境与挑战 甚至好像有一些职场优势 渐渐失去 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 没有抱怨 主要没有只是委屈 或者是把自己边缘化 主要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信仰 主要可是我们对于我们职能的提升 对于困境的承担 对于机会的把握 让我们是主动而正面的 主要让我们成为是一个迎向挑战的职场工作者 谢谢主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